因应中秋连假最后一天的假期 能够交通顺畅 玉旅分局在台九县 花193县道 玉长公路 安通 两大金针山的产业道路 火车站等重要路段和路口 采取了分区 分段 热时 热点等交通策略 绵密的规划 同时加强交通疏导 远景是在艳阳下全力的交管 在连假最后一天的辖区 交通依然是保持顺畅 因应中秋节最后一天 假期能够交通顺畅 玉旅分局在台九县 花193县道 两大金针山产业道路 火车站等重要路段 以及路口采取分区分段 热时热点的交通策略 绵密规划以及加强交通疏导 远景在艳阳下全力交管 在廉价的最后一天 辖区交通依然保持顺畅 分局长也亲自视察路况 并在交通组长陈伟杰的陪同之下 亲自到各交通岗位 替辛苦执行同仁加油打气 赠送冰咖啡来提神 也呼吁游客连假期间 如果遇到道路的交通涌塞 务必保持耐心 听从路口远景指挥 不要争道多礼让 并随时透过花莲县警察局 脸书设置的回栏交安粉丝页 查询花莲路况 也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记者高松松玉政采访报道 记者高松玉政采访报道